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繼續我們新人透視的 各位女將Bobo暫時被避植 我們今集就要跟齋Sir說這個 吳俱總辭 大家好 有得說嗎 吳俱總辭 即是他避植還是離植 抗議 抗議 抗議不搞 現在怎樣 齋Sir 其實我們不想說 因為現在差不多是敗局已成 敗局和爛局 但我覺得如果我們作為知識分子 應該有責任 應該都要說一下 這個所謂公投的議題 有一些盲點是我們之前沒有討論過 這次我們說的五區總辭 為什麼會搞現在變成一個敗局或爛局 就是因為在一路那些政客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花精神想怎樣去教育公眾 雖然你說到你宣佈總辭之後 你那時候開始去補選的時候 就是一個動員 但其實動員之前都應該要去做這個教育 他想反思和行動是同時間進行的 很難的 這些說法是 說就行 只有說法 你是要不斷反思的 在你平常沒有行動的時間就應該去反思 用我們基督徒的說法說 你平常就應該去退休 祈禱定先 到時候有事來 你就去做事 但我們學者有時候開始討論 其實是 如果你五區總辭 你一定要搞一個教育工程 整個教育工程去搞 因為事實上 因為這件事比較複雜 特別是所謂的變相公投來說是比較複雜 就算是大學生 或者是第四代的年輕人 就會比較明 一般的上了年紀是不太明 你想想 如果你不搞一個教育工程 你怎麼開始做呢 所以其實在這個 由七月八月開始醞釀到現在 其實整段時間都沒有一些 比較建設性的討論 即是討論那個內涵 公投 或者是變相公投的內涵 所以如果現在你開始問問出的時候 是出現這個困難的 但一說到教育 我想不是半年 一年半載 三個月就可以做公投 那也沒有辦法 那你都要盡量爭取多一點點 等於你說我沒有溫書考試 那你都要盡量那晚開通宵 你沒理由說連通宵都不開 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很急去馬的話 其實你那個教育做不到 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那個民意就開始升級了 對五區總辭 對 但言而其實在各大政黨裏面 又反反覆覆 還好看過公心計 是啊 真是慘了 公心計 收了皮 對 他的反覆本身 大家觀眾 或者市民 一定要看到一件事 就是這個思考五區總辭 有兩個層面的思考 就是政黨 一個當然就是所謂民主大局 但這一個其實是 每一個政黨都是 比較idealistic 那些人才會這樣想 但一般政黨 一定會同時考慮 就是這件事做完之後 對我的政黨有幾大的利益 或者倒轉後有幾大的損害 那這件事很多時候就會 所謂搞亂了整個思維 就變成了 那個總辭究竟是 為了大局 因為是為了自己 有時會出現矛盾 而矛盾 將往往傾向為了自己 而不是為了大局 那這個困難在哪裏呢 其實你需要有些 所謂政治家看到的就是 那個總辭 就算你短期輸 你都會長期會贏 即是說你看到那個所謂長遠利益 就是你黨的即時利益 的幾多倍 就算你即時利益 輸你都應該會贏 那你才敢去 但這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你看不到那個長遠的利益 現在這個社會就是 缺乏對事物的信心 譬如說不敢信 人民會明白民主 又不敢信 我們這樣做是會有效果 很多這些沒有信心 就出現現在的局面 再加上不敢相信 大家都是泛民 你的盟友 你都不可以相信 其實 很多時候已經是這幾年了 所以這幾年 今次不居總辭 如果這個真的變成一個敗局 即是說如果大家繼續 在各種層面反反覆覆 我們會發覺 香港市民一定要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過了這一餐之後 香港的所有的民主派 如何重組他們的政黨 即是你各國政黨都不行 現在是一個問題 其實你說敗局 其實敗局當中 我們是否整個香港民主發展 都學了一件事 就是不單是說頭那張票 而是民主的素質 民主素質這件事你們不可以說 但是為什麼呢 其實實際上民主素質 是要學習的 學習的 就像台灣一樣 最初台灣出了陳水片的時候 大家不是笑到爆嘴嗎 不是說 就算李登輝也已經被人笑 李登輝也很噁心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一定要真正進入民主的局面裏 那些人才能學到民主 一定是要有實質環境去學 一定是要有實質環境去學 這次的五區總辭 阿齋Sir 你看最後都搞不成了嗎 不是說他搞不成 他可能勉強搞得成 就算搞得成 你做得很醜 譬如說 現在大家罵戰後 你說我又不用你幫我補選 其實這些東西不能說 就算你心底想著他 都不是真心幫你 你都不應該這樣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關係到 全民動員的問題 沒有理由你這樣說話 或者你沒有理由去罵到 他簡直是沒有面子給的 那種罵 問題就是 你現在根本是否真的 我真的明白那樣東西 是一個公民教育 如果真的明白公民教育 就一定要表現到民主風道 就是說我盡量團結大多數 來到這裏 我們自己都承認 我們好像整個泛民的 鹹養 所謂修養 特別是民主掃養不夠 大家去到一個地步 大家都擦臉 大家都發難窄 腦又是這樣 亂又是這樣 大家都發難窄 這個就是很養炳 如果用年輕人的說法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這麼大年紀 去到這麼年輕人 大家都在那裏鬥發難窄 我想整個過程 我自己有一個很難頂的 就是 我不希望大家 去爭招對馬當中 不要用一些實際太噁心的言詞 除了粗口之外 譬如是司徒老狗 司徒老賊 大佬 你可以當作一個對手 甚至是敵人 我們就說 簡單說 民主本身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很重要 是真的風道 所以抗爭 或者我們說是罵人 如果有策略性去罵 我個人不放對粗口 有些情形是要用那些言詞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那些年輕人 反高鐵 他們是很勇敢的 用盡各種的方法 但是問題是 你是為了大原則去服務 而不是變成個人的意氣 沒錯 還有這次 這個五區總辭 阿子健也經常提 好像給幾個大佬 或領袖 主導了整個民主運動 有時候 都好像 這個其實我們香港 已經造成了局面 其實是20年前 我們已經造成了 由六四開始 香港的民主派 承認開始 已經是經常都是大佬 去主導 這件事 如果你問那些學者 他們有 我希望不是那些 現成的學者 因為他們講來講來 都是那些事情 我們現在真的 有學者講 他們會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民主的確是要 普通民眾 要多加幾成去參與 就像我們現在 在Facebook 經常說 麻煩你自己 發電郵去吧 你自己打電話去吧 民眾在平常的動員 是要很多的 而不是 所謂信大哥 其實從一個側面來說 也是一種懶惰心態 大佬幫我做完 我就可以什麼都不需要做 但是問題就是 你現在 香港那班 廉本議員 都很難看 就是 最近聽到的說法 就說 他電郵不收你 或者電話不聽你 是 避開你 那你就很噁心 你怎麼學人做民選議員 我們今早剛剛聽到 剛才我們也討論到 這個鄭家庫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怎麼可以避開這些東西 那些是你的選民 這個是你說 你自己是民主派 民主派的風道就是 選民你不太不喜歡他 他是當面罵你 你也要讓他罵你 你才是表達你的風道 和民意 現在回到整天 我們都在說風道的問題 民主風道 是真的一樣 我們要學 很久都沒學到的東西 香港的民主運動 或者是全民參與 或者是民主運動於民 這些 怎麼可以繼續走下去 下一節再跟阿齋老師聊 好